台北安PAR 10T 站 承办人 张欣怡 嗨 大家好 我是台北安PAR 10T 站 承办人 张欣怡 大家好 我是台北安PAR online 承办人 刘子棠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录这支影片呢 主要就是我们在这几天 自从我们上个星期办完线上展的说明会之后 有非常多的厂商都很踊跃的来电 询问一些有关线上展 实体展怎么转化 还有怎么参展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为了想要让这个问题更简化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用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 来跟各位厂商说明一下 有关线上展怎么参展 实体展要怎么 费用怎么计算 那实体展的厂商想要转到线上展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们的线上展有哪一些优势 到底应不应该参加线上展这几个主要的问题 跟各位厂商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就从 我们先从实体展开始说起好了 那我这边实体展的部分呢 其实一些厂商问的问题是 大部分是跟这个费用比较有关系的 那我先问 好 2021的实体展还会继续展吗 2021的实体展一定会展 就是如果今天集管署或者是 就是集管局那边并没有说要限制大型的活动不能举办 或者是参观人数超过千人以上的不能举办 还是说我今天是重新哪一次呢 实体展跟线上展的年资计算的话 我们是会分开计算的 因为主要是因为实体展其实已经 EMPA展已经迈入第37年了 那线上展是今年第一次进行 所以我们是打算以公平的方式 我们就是实体展继续算它的年资 那线上展呢 我们从今年开始会有 可能会是以积分制的这样子来计算嘛 对不对 那我们到时候就是 如果说你今年参加的是实体展 只有实体展的时候 那你的实体展年资就是加1 然后你如果是参加线上展 就是只有紫棠这边的线上展的话 那你的我们的实体展这边就没有0 就年资是0 不是归0 是0 然后线上展那边可能就 这个我们会在演你 就是可能是1分5分 或者是参加一次是1分这样子 我们会在就是线上展的计算部分 我们会在计算 那如果说你线上展实体展 两个通通都参加的话 那当然实体展这边的年资加1 然后线上展那边的分数也是加1照算 所以就是两边的年资 两边的分数都有拿到 大概是这样 那假使我今年不展我延到2022年的话 我可是可以参加线上展吗 那那个费用要怎么做计算呢 如果说今年实体展没有要展 然后是延到2022年才要展的话 那因为线上展这边 如果说你要用我们线上展上面一些折扣的方案的话 必须是你要保有你实体展的资格 你才能用折扣的方式买线上展 但是如果你实体展这边已经延到2022年了 你还是可以一样可以参加线上展 那但是你的方式就是另外买 就是线上展是豪华3万嘛 然后尊爵4万5 所以还是可以买线上展的 就是你还是可以参加 这个是不抵触的 那是什么时候要决定这些 就是我到底要退展 还是我继续展 什么时候要让你知道呢 因为我们去年真的有太多太多 因为其实大家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疫情这个样子 所以有太多次的比如说作业重复两三次啊 其实厂商也都很困扰 那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所以我们今年是希望各位厂商能在1月15号之前 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 包括继续展延后到2022年或2021年要退展退款 这些都在1月15号之前做决定 那如果1月15号当天把我们的同意书寄出 或者是把我们email寄出的话 这样子我们都可以算 就是如果你是括号我们就看邮错 1月15号的邮错 那如果你是email的话 我们就是email告诉我们你要继续展 就是不用寄同意书的那种人 那我们就是看email告知的时间来决定 那如果说我还有其他像费用计算 我线上跟实体我同时参加的话 那些款上的部分的计算我要找 可以跟谁跟哪一位联络 我们email实体展这一边的话 所有的费用除了找我张小姐以外 就还可以再找我们的林小姐跟吴小姐 这两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就是有任何的费用通通都可以询问我们 那我们就会很快在线上帮你们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好那我们来进入线上展的问题了 好我们现在进入线上展的问题就换我来请教子棠 好那我们在线上展的部分如果说线上展 因为线上展的时间和实体展的时间是有部分重叠的 那这样重叠的话对我们厂商来说会不会很麻烦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线上展的优势了 那当然除了我们可以节省布展展的成本之外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实体展的厂商 可以再请公司的其他同仁来支援就是线上展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线上的服务其实我们希望说它是可以打破时差 还有国界的这个限制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算有时差或者是说有区域的这限制 买主还是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厂商做一些互动 那这个部分在公司或者是在展场支援的同事呢 可以及时的在线上跟买主来做一些互动之外 那假使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平台还是有一个功能 是你可以借由文字的洽谈把你的讯息留下来之后 让后续这些商机还可以去延续 那另外呢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在豪华级 还有尊爵级的这两个厂商 他们在平台功能上还可以做就是预约视讯会议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部分的话更可以跟就是国外的买主来 约一个双方可以的时间来进行洽谈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就算参加了线上展 但我在实体展这边顾谈 我一样可以是用电脑或者是用任何的手机啊也可以嘛 对不对 手机也可以直接在线上就是直接跟买主进行洽谈 那我这个实体的买主也顾到了 然后线上的也可以 所以其实应该是还好嘛 那这样如果说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 线上展的国外买主这边 其实冒险应该也会投入很多的资源来洽谣 那不知道说就是 线上展的广宣要怎么做 然后冒险在国外是怎么帮厂商推广这个线上展的 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分几个宣传计划 那主要当然我们按照我们的宣传计划的话 我们在国外会搭配就是产业媒体的这个曝光之外 还有当然数位媒体的这个加强的去做一个推广 那另外我们还有就是经营像社群媒体啊 然后还有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国际的展览来做一些串流跟合作 那另外像Google关键字这些 我们也会去持续的去做执行的部分 那另外像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像EDM 相信这个有参加过 然后AMPA展的常常也会知道说我们其实会定期去发EDM 然后电子报的部分去加强一些展展的宣传 而且发很多 好那另外的话刚刚提到一个驻外的部分 其实冒险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有63个驻外的单位 那其实我们也会请这些驻外单位针对当地的就是相关产业的买主上线观展之外呢 还会就是当然我们在当地也会去做一些教育训练 让买主觉得说这个线上的展并不会这么的困难 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厂商各个厂商可以提供就是 你们觉得有潜力的买主或者是在哪个 想要邀的买主 可以提供名单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或者说给我们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恰邀 让驻外单位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适合的买主来进行一个恰谈的部分 这样听起来也会比较有效率 不会大家都双头马车 对或者是说厂商觉得说你们要的不是我想要的买主 那其实也是浪费上方的时间 对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线上展的效益 其实应该是还蛮无缘佛界的 但是这样如果因为EMPA展其实在去年也有推出一部分的线上展 那去年上线人数好像没有很多 当然啦我们去年的方式的话其实是像是以线上洽谈 然后还有像是新品发表还有展场指示的部分 当然我们就是以这种影音的方式来做一个推广 也希望说用这种方式第一个让厂商适应 第二个让国外买主知道说在没办法来台湾观展的同时 还是可以有这个观展的一个氛围在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在今年度的展览还是会维持这样子的方案 但是其实今年的展览的最大亮点是我们加强了 就跟买主之间的互动的这个关系 啊什么live chat啊这些 是啊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跟他们做洽谈 做资料的交换 那或者是说直接做一个视讯的一个会议的一个预约的部分 那当然这部分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会让厂商更直接的跟买主来做一个接触 那其实也不会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全部都断了关系 听起来是个蛮像在线上展里面用line跟买主 在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感觉 重点是我们找的是正确的买主 或者是说真的跟厂商媒合度高的这些买主 其实这样子对厂商的效益才是有效的 那这样子线上展的时间是多久 嗯其实啊这个我们有做过一些功课 其实像国外的不管是实体展或者是国外的现象展也好 其实展期大概是多到三到四天 那其实像我们的EMPA实体展也是在四天的时间 那其实以以往来讲其实就是很短暂的四天 可以跟买主在有限的时间去做交流 嗯嗯 那这一次的就是EMPA online的我们的展期是一个月 当然前面有一个暖身期 然后有真正的互动期跟后面的展示期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也是希望说厂商的公司也好 产品也好在网路上的这个时间可以拉长 然后也可以增加它的曝光度之外 嗯我们也是希望说用借账的趋势去带动 然后线上展览的一个这个风潮 嗯那这样子线上展的资料就是你刚刚讲的 我如果在线上跟买主互动啊 然后跟他有聊聊下一些文字讯息 这些东西是可以留得下来的吗 嗯在展览期间就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有很充足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在线上做资料整理 汇整跟下载之外 其实在展后 虽然说我们这些这个平台上面的资料会下降 嗯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回到EMPA官网去做 买主来讲他可以回到EMPA官网去了解说 到底这是线上展也好 实际展也好 有哪些产品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后续其实厂商不管厂商还是买主 都还是可以再透过这个留下来的资料 再去比如说后续的一些 或者是回想一下哦当初我们谈了哪些东西 然后谈到哪个程度 那也许有一些公司会有业务 然后需要接手继续去follow up这些事情的话 也是蛮方便的 是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听起来就是 如果说刚刚子堂这边说的就是 国外的线上展其实有时候时间就是 像我们一般实体展展期这样三到四天 那线上展的话 国外的线上展其实也是三到四天的话 我们听起来好像一个月就 好像别人家的效果会拉更长更多 那这样除了展期这个时间的不同之外 那我们还跟国外展比起来 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吗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嗯 我们去参加国外展跟我们参加自己 就是在台湾的empa online的部分 当然我们这边只要 呃线上有什么任何的状况 我们可以马上的去做处理 嗯 像iPad也好 Moto Mechanica也好 嗯 当你线上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也是会有 就是隔了一个晚上再来处理的状况也会发生 而且其实 呃其实国外的线上的一个互动的状态 或者是它的功能性 嗯 并没有我们这次的来的还要就是 呃完善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线上展 可以提供给厂商的服务 其实蛮就是功能上蛮齐全的 嗯 简单来说就是在台湾你有冒险 所以你随时有问题 call in 进来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 但是在国外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 对 这么及时的可以帮你处理 不管是系统上 或者是其他对接上面的问题 嗯 好 那这样子听完线上展的优势之后呢 那其实厂商最关心的就是 线上展怎么布展 线上展要怎么呈现嘛 那所以就 我这边呢 就帮厂商想 就是汇集了几个 可能厂商会希望想要知道的问题 就是 在摊位的部分 那 线上展是 我只要把行录或者是照片 产品照片放上去就好了吗 嗯 这个可能是一般厂商对于 线上展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 就是说 我以前看到的 好像就是行录展而已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这次多增加了一个 就是AI数据的这个计算的功能 原因就是呢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厂商在线上做设定的时候 将公司相关的关键字 产品相关的关键字 输入进去之后 到时候 当参观者在做上线的时候 可以去进行一个媒合 那当然 参观者这边也要提供他们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关键字 关键字 然后这个AI数据 我们就会进行计算之后呢 我们会去提供一个推荐名单 给买主给参观者 让他们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去找到适合的厂商来做洽谈 那我就是如果我的产品 我是 我的产品是 他是会动的 然后我需要拍影片 然后再把影片上传上去 才能让买主看到说 哦原来这个我的雨刷 他的那个方式是跟人家转的不一样 或者是我的其他的东西 他转动的方式是跟人家不一样的话 这样我影片我可以上传上去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提供给豪华姐还有尊举姐的厂商 有这个放置影片的这个功能 像刚刚欣怡说的 就是让这个更用动态的方式 让买主或参观者更有印象 所以他还就是 那厂商是请我们这边帮他们拍影片吗 嗯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厂商自己本身的公司的宣传素材 来做一个提供 那如果说真的公司那边 嗯内部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没办法拍啊 对那我们推荐就是我们有一个服务 就是一个加值方案的服务 那这个部分的话 嗯我相信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可能是以房厂职集 哦对 直接到公司或工厂看产品这样 对或者是像新品发表这样的方式 可以去做一个产品介绍 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介绍 嗯所以像有一些 常常像避震器啊 你可能需要真的现场看到 他实际测试的那个画面 或者是那个 就对买主来讲会比较有吸引力 或者是说 你这边事实上是服务方面的 或者是系统方面的厂商 可能没有一个实际的产品 可以去做介绍的话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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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它会像影片或者是说 新品介绍的方式 都是可以用这样子 影音的方式来 动态的方式 对来去做一个介绍 哦OK 那如果说 国外买主它的时区 是跟我们日夜颠倒的那种 那如果它在上线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醒着 我没有上线 那这样子买主它进来 不是就都空空了吗 嗯其实也不会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摊位 设置就是有一个 当然有一个接待的人偶 虚拟的人偶 然后有人说好像有人在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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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嗯 其实如果真的没有 没有人看着这个摊位的话 嗯 买主还是可以在线上 留下文字的讯息 那我们这边的 系统也会提供就是 我可能暂时离开 或者是说有一些联络的 简单的讯息 罐头文字 对对对 买主会知道说 哦那我可以之后 什么时间找谁来做联系 嗯 或者是说它这个 就让 嗯 后续的就是厂商也可以 藉由这个讯息在 回溯回去 就是去找那位买主 来去进行后续的沟通 又或者假使你是豪华籍 或尊爵籍 在这个对话框里头 就会有一个预约 视讯会议的功能 哦买主可以直接跟你预约 对就是说 哦那我可以找一个什么时间 可能当地时间的7点 然后这边可能 刚好是早上 上班的时间 对上班时间 然后做一个 就是视讯会议的一个这个 预约 哦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还 蛮OK的 不至于到 露死掉很多 对不会让 之间的 关关那个就是 因为时差 然后断掉 对对对 但是这个罐头讯息是 每家厂商可以编辑 还是说是 就冒写这边 帮厂商写好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提供让厂商去 去编辑一些简单的 像是我留下公司的一些 联络资讯在上面 所以让厂商也可以 比较客制化去回应买主 我们在上班时间 你会有很多 那如果说 今天 我摊位的生意非常好 然后我线上展的 摊位生意非常好 很多买主都来跟我留言 也都来跟我传讯息 那这样子我会不会 比如说 比如说有十个买主 然后我漏掉其中 一两个买主这样子 我其实也不会 因为只要他的就是 有对 厂商会这边有发讯息 他其实会跳出 不同的对话试窗 那其实 厂商这边也会 比较可以知道 可以去调配说 我要如何去回这些讯息 然后我的 顺序自己也可以安排 去做调配 但是 只要他有发讯息 就不会露结 所以等于他 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开LINE 但是有很多个视窗的这样概念 那如果说 我是这个公司的业务 然后我正在跟买主 可能在洽谈东西 结果 我另外一个同事不知道 然后可能老板就突然说 欸帮我看一下 我今天到线上展 我的那个摊位到今天的 浏览人数是多少 可能另外一个同事 他就登进去了 那会不会我跟买主聊到一半 结果我就被卡掉就断掉 这个部分我们有帮厂商设想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 下谈的功能会持续 那只是说我后面 用同一组账号 我在做其他后台的业务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 就是照常的去做运作 所以不会影响的 所以可以同时 公司一组账号 但是可以同时有 大概三四个人 三四个人在线上 是可以的 有一个人统一 来做文字下谈的部分 OKOK 那这个对话内容就是刚刚说的嘛 他一个月内都可以下载 对不对 OK 好 那如果说 真的很不小心的 我在跟买主对谈的过程中 可能 发生了一些业务上的纠纷啊 或是商业上的纠纷 那这个冒险会帮厂商处理吗 因为其实冒险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其实是提供一个平台 那当然就是 厂商跟买主两照双方的纠纷 其实冒险也不适合来做一个介入 所以我们还是要行厂商 在这个部分可能要 在跟买主之间的沟通上 可能要再有一个就是 比较小心一点 对 就是应该是说 这个部分还是跟实体展一样啦 就是如果说你们在展场发生的一些商业纠纷啊 或者是侵权啊 或是其他的问题 其实冒险是主办单位 所以我们就是不会去介入说 帮两边调停啊 还是帮你们打官司啊 什么我们都不会 就是我们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厂商使用 所以厂商有时候在跟买主交谈的过程中 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 商业机密啊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要注意一下 不要这样泄漏出去了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呢 已经有就是说到这个布展 就是线上展要怎么样 让你的摊位美化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呢 这边我们就帮厂商问 纸糖几个问题是有关这个 线上展要怎么布展 就是布展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实体展也有一个布展的时间 让厂商去布置摊位 那线上展这边的话 应该也有让厂商上载东西去布置摊位的这个时间 那是布展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我们表定的时间是在3月31号的时候 开放让厂商到就是后台来做一个设定 跟上载档案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 我们就会先提供厂商就是相关的一些资料 来先做一个事前的准备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让这一切的流程可以简单化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把资料准备好 然后做上传的动作 那他们上传就是厂商上传东西的时候 是比如说他只要把他的照片啊 因为影片刚刚说没有嘛对不对 就是照片不管是3D的还是平面的 传上去就好了吗 嗯对基本上其实 那公司的logo啊招牌这些 其实这个界面呢 我们之后也会提供给厂商做个参考 他其实他的界面很很直觉式 所以说其实你只要看到他上面 我们也会帮各位把就是所有功能都设定好 你的权限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会做一个设定 按照等级来做一个设定 那其实大家就按照上面的就是 几张照片 直接填控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因为是线上展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把就是 当初就是在报名市场上面填的资料 我们就先用系统把它做一个转接 所以其实我们多数的基本资料 都已经帮各位上传到就是这个平台上面了 大家直接做一个就是美化跟就是补充说明的一个这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的话还要跟大家就是再说明一下 就是在后台设定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各位厂商可以把相关的就是关键字 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关键字 产品的关键字这边先下好 当然是 下在摊位里面吗 对它就是那个后台的那个设定里头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越详细越好 因为到时候参观者他们在做上线的时候 他们也要针对他们想要做的采购 去做一个搜寻 那他们这个部分当他们填出他们的关键字 关键字之后 就会跟各位厂商资料去做一个第一次的媒合 那媒合之后我们就会提供一个推荐名单 给买者做参考 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如果厂商还没有上传东西 但是我们会直接帮他从 比如说现在EMPA固定的那一个官网 借接东西过去 是的 所以是比如说他如果在原本台北EMPA的网站上面 已经有上传资料的话 那他的线上展的摊位就算他没有去放东西 也会有东西的意思吗 是的 就是他基本上 而且其实因为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讨论到所谓像经典籍这个方案的部分 其实很多厂商觉得说 经典籍跟豪华籍 我可能在这个部分我先用一个免费的来试试看水温 然后来体验看看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好不好用 或者是说我就想说就是先放着看看好了 那其实这部分我们还是会 就是工作人员还是会帮忙把相关的资料上传上去 让其实参观者进来看到公司的形象的话 其实还是觉得说有就是资料在上面 不至于到可能就是到一个空摊位的一个根 空空的就是把它点进去可能看到 没有资料 ABC公司没有东西 对啊 所以其实已经有实体展 参加实体展的厂商 他本来就会有经典嘛 那经典方案如果说我没有 我可能在忙实体展的东西 我没有上传东西上去 那如果我在原本在官网有东西的话 也是会有东西会接过来意思 是的 OK 那如果说我公司 因为现在每一个方案好像都有不一样的 上载的章数 照片 图片的章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 就是我家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我们蛮多贸易商餐厂商 那如果我产品真的很多 那可能这个方案的章数不够我用怎么办 好 这个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呢就是 原本的章数是 经典是6张 然后豪华是12 然后尊爵是20张这个部分 我们在说明会的时候 都有提供给参加说明会的厂商 就是有每一个方案 都有增加4张的这个优惠 那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如果公司这边 一张图片里面有6个产品 那我们其实不是用产品数算 我们是用章数跟档案数来计算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公司产品多的厂商 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等于说我今天可能一张图片里面有6个产品 我就上上去 然后总共有6张或10张来做使用的话 我就可以就是 30几个产品 对 塞一些产品图片 就比如说同样类别的那种 尤其是像我们有些厂商是做那种 汽车没有保养的 它可能同样的蜡 它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蜡 那它就可以放在同一个照片 或者是图片里面是一个类别 然后其他的东西是不同类别 很有趣的虚拟人偶在那边帮他们顾摊位 那这个虚拟人偶它是 因为我们说明会上面看到图案 它是一个男生嘛 那如果说我想要换成女生可以吗 嗯 基本上我们有就是 男生跟女生的这个选项可以去做调整 那我如果不要胡子 没有办法 那我要眼睛大一点 不行 这些都不行吗 不行 OK 好 那就是一个NPC的概念 但是呢 如果说您真的想要就是呈现说 我公司业务的外观的话 其实电子名片上面是可以上传 就是业务的照片 照片吗 对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 就是用真人的样子去呈现出来 OK 所以真的就是有一些公司 你知道有些业务真的是美的美帅的帅 你就在你的电子名片里面 加上你自己的照片 然后这样子换出去买族就可以知道 哇 这家的业务真的都是帅哥美女 这样子 还是可以让人家看到你的长相的 哦 那这样子其实跟买族的距离 感觉起来就是还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 因为是看得到人的嘛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实体展啊 因为都有分组走道跟次走道嘛 那线上展怎么去分说 买族一点进来 他怎么样第一时间再进到 比如说零件区 他就是先看到我 还是他们要怎么做 嗯 好 这个部分呢 线上展跟实体展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把 就是展场的相对位置的 这个件事情呢 打破了 那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参展厂商 我不用担心说我因为选位顺序的 就是前后顺序我挑到位置的问题 大摊位 绑小摊位啊 或者是说可能转角 或者是什么的摊位里面有个柱子 我们要面壁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在线上展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刚刚提到说那怎么样让厂商看到 买主看到我呢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按照 就是第一个买主在进来的时候 刚刚提到说媒合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会依据第一个是 厂商所选择的方案的等级的高低 来做排序之外呢 还有就是买主他当初在做媒合的 媒合度越高 我也会越容易被买主看到 所以基本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个排序 那假使你觉得说会不会还是轮不到我呢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说买主没有特别的去下这些关键字 他只是说我就是来看看的话 其实在逛摊位的时候 就会采一个用轮播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所以其实每一个摊位都有 就是被买主看到的机会 所以这样听起来下关键字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尤其是在那么多厂商里头 那买主想要找到就是有兴趣的 他可能就会用搜寻的功能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今天下了搜寻之后呢 他这个数据就按照当初厂商所设定的关键字 去做搜寻 那一样我们还是按照等级来做一个排序 那当然你等级越高 我今天被看到的机会就越大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跟实体展的概念一样啦 就是你买的摊位数越大 因为实体展选摊位的顺序就是摊位数越大先选嘛 然后再就是报名 再就是年资 然后再也是报名时间 那所以线上展也是一样 就是关键字 然后还有等级 买的方案的等级也不同 OK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人人有机会啦 是啊 就是有轮播这样的机制 那如果说 好 刚刚我有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不是说照片 如果建议厂商产品很多的 可以在一张照片里面放同类型的产品 就是可以尽量放在一起 如果真的真的还是不够 我可不可以加买 嗯 这个部分因为平台的流量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没办法做开放 但是呢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展后 还是可以回到就是MPA官网上面 就是厂商还是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设定 或者是说 我今天在展览期间 我可能要去做一些替换 还是可以开放到厂商去做 一些调整 所以我还是有 让产品的多样化去做一个呈现的方式 哦 所以说 今天我在布展的时候 可能 比如说县上展 4月7日要开展 那它从3月3日一开始布展 然后4月7日一开张之后 可能中间我想要换照片 嗯 可以换吗 其实是可以换照片 是可以换照片 中间还是可以再筹换照片 嗯 好 那如果说 展期间 他可能老板觉得说 嗯看久了 我看了一个礼拜 觉得我的这个门楣 那叫什么 那看板 对 或者是我的logo 觉得 嗯 这不漂亮我想要换一个 这个也可以换吗 这个也可以换 但是 嗯 logo的这件事情可能 就有的公司可能有各种不同的 然后去备的啊 白底的啊 什么不一样设计款 这个 它是可以换吗 它是有这样的弹性可以去做调制的 好 嗯 ok ok 但是其实要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展场的主设计 我们还是Empa的就是主视觉的设计 蓝色为主 蓝色 对对 Empa主视觉就是蓝色 那这样会不会就是 就是看过去都是大家的摊位长一样 其实也不会啦 因为其实大家有自己的就是像是logo啊 那个还是有其他的色彩在里面 公司名字的那个样式 而且它不是整个都黏在一起 它其实还是有摊位的区别的 那另外还有就像看板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呃视觉的素材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 嗯嗯嗯 那 好那回归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买主都是讲英文嘛 或者是讲日文 或者讲韩文 那如果 我没有办法讲他的语言 或是我英文就是买乱等 嗯 那帽鞋这边可以 帮我们在线上翻译吗 我们 给你一次不如教你钓鱼 所以我们呢 我们还是希望厂商可以就是 用英文来跟买主做个沟通 那当然我们在跟买主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也是希望他们在 嗯 就是跟各位厂商在做沟通的时候 是以英文为主 那当然他们会讲中文是最好的啦 那当然我们还是以英文为这个 就是沟通 国际语言 共通 对那而且我们毕竟也是个国际展 所以其实也希望说 各位厂商也可以就是 有相关的业务人员可以出来来处理 就是 来做一个沟通 那 这个部分 假使说真的很害怕 就是跟买主来做一个英文的洽涵的话 其实呢 因为用文字洽涵 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做一些 你知道 查Google翻译 赶快贴上去 对 OK 好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 布展摊位的部分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那现在就是 问题又来了 嗯哼 如果 我现在听完 我觉得 喔 厂商仔好像蛮有趣的 想试试看我要怎么报名啊 嗯 基本上呢只要你到 AMPA的官网 那官网上面有就是 AMPA Online的专区 那点进去之后呢 就会有报名连结 那还有呢 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实施规范 这部分一定要请大家 要是好好的就是 实施规范 实施规范就叫做报名表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厂商都搞不清楚 嗯 为什么什么叫实施规范 实施规范就是报名表 所以看实施规范就可以知道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一部分啦 然后还有多少钱啊 怎么报名啊 报名表都在里面 对 然后相关折扣也写在里面 嗯 那我们这次就是 一样是在线上的报名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部分 呃 大家就是在线上报名完之后 收到通知信 要记住是通知信 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就是 填完之后的深层的报名表 把报名表列印出来 做纸本 然后加盖大小张 来寄回我们的主办单位这边 嗯 原因呢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希望说公司还是知道 有报名的这件事实 而不是说某些 会产生一些纠纷 其实对主办单位还有 对厂商也都不好意思 就是有些老板说 没有啊 我没要订啊 然后结果业务自己就是送过来了 这样 业务很有兴趣 可是老板可能就会 老板可能就觉得还好 对 嗯 好 这样也是比较 比较有保障一点 对公司对 对公司也是比较有保障一点 嗯 那如果说在勾那个展区的时候啊 因为EMPA实体展是有展区的分别 那线上展也是有分展区 还是说我可以勾好 我们家是贸易展 我做好多 我通通都可以勾 我们其实就是跟实体展 做就是一样的规范 就是我们是以一个展区为限 那当然这部分也是让参观者 可以更直觉性的找到 就是厂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嗯 这样买主比较 所以要好找到 嗯 那个正确的厂商跟分类 分类 对对对 那现在如果有一些厂商 他可能在犹豫要不要报名 他可能想要先看到 我们的线上展长什么样子 然后买主走进去 会先看到什么 然后大概长什么样子 他有一个想象的时候 他再来决定他要不要参展 那他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嗯 其实第一 我会先推荐他 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 那说明会已经办完了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说明会的简报 还有系统商所提供的简报 还有他们当初在说明会 所放置的这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是 以参观者的一个视角 来做一个观展的就是说明 那这个影片我可以在我们的观众上面来做一个下载跟观看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跟各位厂商做一个参考 嗯 那会对于什么是线上展会更有概念一些 就是先用买主的身份进去看一下 对那你也知道说 诶那我这样我的摊摊要怎么做呈现 或者是说我要用什么功能可以跟买主来做更一步的一个互动 嗯 那后台就是今天我不是参观者了 我已经是参展场 那我报名了 那我后台要怎么操作 这个影片之后也会放在网站上吗 这个因为我们也是要尊重系统商 让他们开发了一个辛苦了 因为他们如果 商业机密 对商业机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呢 这个部分会等报名完 就是完成之后 会把这个demo的影片 就是如何去做设定跟上载的一个教学影片 我们再另外寄给就是参展厂商来做一个参考 那另外呢 在就是布展之前 我们也有提供就是教育训练的手册 那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会再办理像是workshop的部分 一对一的来对厂商来做一个教学 对你看 这就是参加国内的线上展 跟参加国外线上展不一样的地方 服务到位 服务到位 对很重要 好 那如果说今天老板觉得说 先报那3万块的试试看 看长怎么样再说 结果发现不得了了 4月7号一上线 看他的买组超乎他想象的多 他想要打电话来说 罗小姐那我可以在就是现在 已经开展了 但是我想要升级upgrade到那个尊绝级 可以吗 这部分的话我们 这一次没有开放这样的功能 主要呢就是 如果说中途才开放升级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 厂商的权益有可能 我只享受到后面两天的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推 到时候衍生出来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对 主办单位跟厂商来讲 都是还就是会蛮有困扰的 所以其实这部分 我们还是按照 当初在报名的时候 所地价的规范 就是我们就是下好决定 评估好之后进行报名 然后我们就 当然在3月31号之前可以做调整 可是如果说在开展之后 要做调整的话 我们不建议这样 我们没有开放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也是啊 因为有一些加购方案 它是有比如说尊爵 它有一些是有名额限制的 那如果名额就是 名额限制被用掉了 或者是你要加购买的时候 就发现 来不及 对 没了 那就没有享受到尊爵 那这样子其实中间的那个钱 那个加差我们也没有办法退 其实这对厂商也是不公平 也是啦 那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在一开始 要报名的时候 就真的先评估先想好 自己要选择哪一个方案 哪一个最适合自己 好 那这样子如果说 厂商他已经报实体展了 那又想要报线上展 他这样子还要再重复交报名表吗 这个部分呢 假使您这边只有想要 报名经典级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不用再另外再交报名表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就是从 就是当初在实体展的报名的字 就会接接过去了 那如果说您这边要升级到豪华级 或者是尊爵局 或者是你这边没有参加实体展 你只有想报名 线上展的厂商的话 就要再另外 从报名系统进去报名之后 把报名表列印出来 寄给我们才能完成报名 嗯 好 那所以就是实体展的人 你本来就已经有经典方案 所以你不用再交 那个线上展的报名表 可是如果你要另外再买豪华 或是尊爵 你就要交报名表 嗯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那个 厂商就是最关心的问题 买组 我参展最想要有的买组 资料要怎么给我这些问题 嗯 好 那前面就是在 有参加说明会的厂商 应该都一直不断的听到 去识别化 去识别化 这四个字 到底什么是去识别化 好 我们简单的来说明一下 去识别化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要保护 呃 个人隐私跟资安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其实所谓去识别化的意思就是 我把部分的资讯隐藏起来 让你看不到 譬如说滑插电脑 或者是 你这个滑插电脑 有可能是华为 有可能是滑顺 你不知道 但是就是让你 这个资安可以把它就是 保护好 不会就是让 就是可能骇客 所以滑圈电脑 这叫做识别化 不不不 这是去识别化 这已经去识别化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滑什么 对 但是呢如果说 是以我们这一次的 就是方案所提供的服务 就是给买组的资料是 嗯 把这个去识别化拿掉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完整的 买组的联络资讯 但是这也是在买组同意的情况下 就是它同意把它的个资 提供给 就是这次的参加人厂商 作为使用的话 就是我们会提供这样的资料 给厂商来做后续的运用 所以就是厂商拿到去识别化的名单 意思就是 它拿到的名单里面 不会是屏插电脑滑插电脑 它会是完整的一个 苹果电脑滑什么这样 好 OK OK 那这样子应该大家是 应该是懂什么叫去识别化 那因为参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想要得到这些买组的资讯 跟买组名单 那有些厂商可能想说 那我已经是实体展的参展厂商 或我已经是现场展的参展厂商 我可不可以直接跟贸血买这个名单 其实贸血不是按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盈利 就是贩卖名单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 其实厂商可以直接在线上 或在展场的就是展期间 跟买组去做互动之后 获得对方的一个联络咨询 跟后续的一个联络方式 那这个名单呢只是在于说 我们现场展这一次 借由这个数据化的一个运算 我们提供厂商就是 经过媒合的一个资料 让厂商可以去挖掘更多的钱 在买组跟商机 好 那这样子我就想问了 尊爵集也有名单 豪华集也有名单 那他们两个名单差在哪里 差别在于豪华集的这个名单呢 是在于两兆都同意的 交换资讯的方式下 留下来的资料 那我这边可以 就当然我这边获得 这样子的交换之后 我可以下载之后 展期之后还是可以去做 后续的联络 我可以保留下来 就是其实跟我们展期的时候 就是我有跟你接触过 然后他可以拿到名单就是 我有跟你接触过 在展期我有来看你的摊位什么的 这这样的买组名单 豪华集的厂商就可以拿到 对 那那个尊爵集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厂商是被动的得到名单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呢 是主动的把相关有媒合 又是跟公司这边关键字有吻合的 就是埋态成功的 但是他有可能没有到你摊位来参观 那我们还是把这样的名单 就提供给你们来做参考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 尊爵集是化被动为主动 就是系统整个帮你AI人工合好 做好功课 对 那就算他没有走到你的摊位 尊爵集的厂商还是可以拿到跟他 就是跟他的关键字相吻合的 这个买组名单 但是豪华集他可能就是 有跟他互动 有去他摊位 但是也许没有交换到名片 那这种我们会给他吗 对 没错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有提供给 豪华集的一个厂商的服务 就是说其实这个后续呢 我们还是会提供就是相关就是 恰谈的人数 买组的数量 然后还有买组 对 它的市场的一个分析 所以其实豪华集的厂商如果 就是觉得说我今天的资料 我可以不用到那么多 那我今天有这样子的分析报告 我就可以来做运用的话 也是可以选择豪华集的 那这样听起来从豪华集 其实就已经享受蛮多 包括大数据分析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都帮你做好好的 那好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要这个买组资料的话 你们是在展览期间就给我 还是说是在可能展览结束之后才OK 假使是跟买组互动的这些资讯 其实随时可以下载 但是这样像尊爵集 这样完整的买组名单的话 我们就是要给我们大概15个工作天 让我们在后台帮你们做一个 汇整跟一个整理之后 我们就会再另外用email来提供给厂商来做使用 那这样子其实厂商的email很重要 就是一定不要提供什么 sales at xxxxx这种 这种很容易漏信 或者是被党信的信箱 或者是可能没有公司 没有特定收件人的这种公用信箱的话 就尽量不要提供这种 因为毕竟买组资料是很宝贵的东西 所以还是要请厂商就是 如果说你们要留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说 这个是我们要收买组资料的 或者说业务窗口的这个主要的 就是联系的资料也一定要留清楚 ok 好 那买组资料大概就这样 那如果说 因为我们有看到这个报名表这一份里面 其实提供了非常非常多各种 不一样的价值方案 那价值方案的这个部分 其实应该是对线上展的厂商来说 是很大很大的加分 因为它是 很多东西都是用影片的方式呈现嘛 那我想问一下说 因为有一些厂商可能拍影片很紧张啊 像我们是已经拍久了啊 那有一些厂商可能是拍影片很紧张 那他觉得说 我已经很紧张了 那我还要用英文 那我可以用中文拍吗 因为这个影片我们在展前跟展中 都是要提供给国外来做一个曝光的 要给买主看 对要给买主看 然后也是希望说吸引更多的国外买主过来 那其实在展后 我们也希望说 持续的在海外来做一个宣传 所以呢 我们还是建议用英文为主 那当然啦 如果说一整段影片里面 真的有那种就是 啊我们家老板真的很想上镜 可不可以 那当然一小段 小部分 一点点 对比例 我们用就是请老板出来讲几句话 然后我们后置帮他上了一下 英文字幕的方式 也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还是强烈的建议用英文为主 对啦 毕竟要跟买主 打到国际市场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亲近感的话 只能直接讲英文 对买主来说 应该是比较加分的 嗯 对 好那刚刚讲到那个 比如说房场好了 房场的话是 你们会怎么拍 是带人来我们工厂拍吗 哦对 我们在展览前 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 呃 制作的时间 嗯 我们会率领我们摄影团队 跟主持人到 呃工厂或公司去 哦还会有主持人 对 我们会去引导你去 介绍自己的公司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希望就是在 介绍完整个工厂的 营运状况 因为其实很多买主都是会想说 欸看完工厂 我在决定要不要来下单 嗯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提供 就是厂商来做一个参考 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厂商 借了这样的机会 其实可以在疫情这样子的状况 不稳定的状况下 还是可以给买主一个安心的就是保证 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宣传 嗯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蛮多厂商的工厂啊 都还蛮值得看的 然后很多厉害的产品 其实都藏在工厂里面 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拍这个房厂影片的话 其实对厂商的行销跟宣传 真的是大大的加分 而且我们还有主持人 我刚才知道我们有主持人 那这样其实厂商真的不用太担心了 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着你们 然后引导你们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影片效果这么好的话 那你们为什么要限制主数 我们大家都想要买啊 因为我们的人力还有预算都很有限 所以呢 而且其实在这个制作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那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负荷这么多的厂商 这么永远的报名 所以我们还是以报名的先后顺序 来作为就是审核的一个条件 那当然在做有厂商问说 那怎么样做审核 那其实除了时间之外呢 当然有一些厂商 他可能没有参加实体展 他却报了就是展场直击 我们也没办法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先优先去做一个 就是筛选的部分 对 就是刚刚子唐提到的展场直击 但我刚刚讲的房厂 那个是展前预录 那大家都可以录 大家都可以报名没关系 但是展场直击 真的拜托厂商要帮我们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要有出现在展场 你才可以我们才可以去拍你的摊位 这叫展场直击 所以如果有报实体展 也有报线上展场商 展场直击真的是 你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销方式 但是如果没有实体展的话 拜托就可以参考别的加价方案 就不要勾展场直击 因为这样我们也会不知道 要去哪里找你们 对 好 那如果说拍出来的影片 我很喜欢 厂商很喜欢的话 那这影片是归我所有吗 是的 就是当作这次的一个礼物送给你 不要这么说 厂商也是有付钱的 好啦 厂商也是有付钱 就是这个成品呢 还是会提供给厂商之后 来做一个运用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一样大家可以看十四规范 里面都要学得很清楚 这个所有权是属于厂商 来可以做运用的 那如果说房长的影片 它可以当作 我 如果真的我觉得拍 拍得太好了 我觉得主持人 口条也好什么 帮我们公司形象大加分 那我想要拿来当形象影片 可是 里面就是单纯只有 我们公司的logo跟名字 可是可能没有出现 台北empa empa online 这样的字眼可以吗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合作的伙伴 所以请你不要抛下我们 可以吗 真的 有厂商才有empa 有empa才有厂商 但我们是共生的 我们一起行销 对对对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其实相关影片的 怎么录制啊 怎么报名 怎么参加 审核这些 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面 其实也都有 那或者是有相关的问题呢 也可以再打电话来问我们 我们都会很开心的 为各位解答 为各位服务 那今天有关这个 线上展 Q&A的部分 就到这边 那如果说 各位厂商还有针对 比如说实体展 转换线上展的问题 或者是两边都要参展 那希望我们帮你们 那当然 大家最熟悉的 林小姐 吴小姐 都会为各位服务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 观赏这段影片 谢谢 拜拜